有病只要祷告神 看医生是对神没有信心 我妈妈信主 但是极端反对医学 只让祷告神 如果我有什么病要看医生 她就极力反对 说我没有信心 只靠自己的聪明 不依靠神 可是我看病前也祷告了 我妈妈一点也不相信科学和医学 有时候我病祷告不好 妈妈总是极力反对我看医生 我好难受啊 祷告神 但是神没有直接医治 妈妈说我消极 不信靠神 亲爱的叔叔阿姨 面对我妈妈的极端反对医学 我该怎么办呢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有一位听众曾经在留言板分享了一件 令人非常愤怒的事情 就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 有一次不小心骑自行车摔倒了 膝盖好像是摔破了 家人呢 只有为她祷告 而不带她看医生 过了几天 她的相识越来越严重 女孩呢 女孩呢 就没办法上学 一直在家里面躺着 腿呢 就一直在腐烂 最后蔓延到整个腿都烂掉了 女孩天天都在哭 叫 痛得不得了 但是那里的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认为 生病看医生是犯罪 是得罪神 而他们认为 如果你生病 就表示你有灾难 不平安了 也是神的一个惩罚 如果你死了 更是神要你死 是神的惩罚 所以当这个女孩受伤以后呢 家人就说她犯罪了 神要惩罚她 当然 他们也为这个孩子祷告 但是绝不带她去看医生 哪怕在非常严重的时候 女孩每一天痛苦得不得了 都不能够打动她父母的心 几个月以后 这个女孩就离开世界了 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是人的无知夺去了那女孩的生命吗 有的时候人认为自己要对神有信心 却变成了试探神 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里面 也有很好的提醒 这是一个残痛的教训 希望我们信徒的心灵能够苏醒 不要盲目地接受一些 歪曲神话语的这样的教导 我在这里非常欣赏你妈妈的信心 但是信心不能够按人的意思 而是看圣经要怎么说 神真的曾经因为人的信心 而医治了病人 成就了非常的事情 但是很多的时候 神是借着医生的手去医治 主耶稣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 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 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 都有这一方面的教导 可见这话是何等的重要 神赐给我们人智慧 能力去做各样的工作 解决各类的问题 改善我们的生活 同样的也给医生智慧 去医治各样的疾病 看医生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信靠医生 而是仰赖神 求神借着医生的手去医治 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常鼓励信徒 在遇到疾病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要信靠神 也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智慧 尽上自己的本分 去处理跟解决 如果说有病去看医生 就是对神的不信 那么我们工作谋生 做饭来吃饭 都可以说是对神没有信心了 主耶稣他说 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 掉在井里 不立时拉他上来呢 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第五节说的 难道我们让他自己跑上来 才是真的信心吗 或是忍心让他死在井里呢 主耶稣指出 救那些信出上来是常理 何况是自己或者是家人患病呢 我们怎么会无动于衷 不给医治呢 有病不去治理 不是信靠神 而是试探神 我们也要指出 人患病不能说一定是犯了罪 如果那小女孩摔倒受伤 只能说她不小心 若有人为主劳苦做工 因而泪倒患病 也是犯罪吗 绝对不是 只能说是神借助病 让他休息 叫他再得力量去侍奉神 上个世纪有一个医生 愿意来我们中国宣教 在来中国的途中 有很多的旅客在轮船上 换了天花 这位医生为要尽他的天职 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医治病人 最后他受到感染 病重死亡 没能够如愿地来到中国船道 他舍己爱人 这样的心 难道是神要惩罚他吗 绝对不是 保罗他也遇到猪般的患难 身上又有一根刺 难道这就是保罗犯了罪吗 绝对不是 可见患病 受苦都有很多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让人退到神的面前 寻找神的心意 叫人在主里蒙恩更多 安静 患病 渡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